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看到她了 我刚都不放弃打电话回家 家里也没人接手机也没开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就是这样子啊 医生不想就跑出去还迷了路 还好是约到陈妈妈把她带回来 奇怪 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还看见她了 你 你有没有报警啊 有啊 可是管局说没有撑过二十四小 他们不受理啊 还说我穷紧张 我的妈呀 我们千万不要出什么事 呸呸呸呸呸 好好好 镇定 你镇定啊 你现在就赶快到妈常去的地方去找找看 我现在走不开 我才打电话给你啊 我现在在 我现在在客户家啊 她衣服已经脱很久了 脸色很难看啊 你就不能叫正面先放两个小时音乐挡一下 你赶快出去找妈 对 我现在出去找妈 然后我就不用回来了 以后我们家就喝西北风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那是你妈啊 那我妈不是你妈呀 老板 哥 又结束了耶 又进一间场了啦 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要上节目了啊 你是一家之主 我就交给你啊 喂 老汪 喂 不好意思哦 来 左边三十六F 右边三十六E 大小奶真的很不好买那一 没关系 交给我就对了 老子 快点 我衣服电话好少 你几乎每天都在家里耶 你怎么会连个妈妈也看不好呢 别死人啊 小娟 我工作一结束我就在街上找妈了耶 而且我平常在教会没闲着啊 我还摸片大小奶射精那一贴补家用 而且家里的事情那么多 什么事你还不是都靠我一个人张罗 我哪有办法二十四小时盯着妈呀 那现在妈不见了 你说我是死人 会不会太伤人啊 大嫂 我不是在骂你啊 我是在骂我model脸上的妆啊 跟死人一样啊 要她别上台吓人 你被秀导骂人都这么呛的啊 这还在小case咧 有一次啊 我骂一个model 僵尸走台步都比她优雅 当场就哭出来了啊 有时候想想啊 我不这样当秀导 谁还会听我的呢 等一下 说到哪了 大嫂 你刚说 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在张罗 我都没有贡献就对了 是不是啊 没有啦 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 我是说 大嫂 跟妈坐在同一层楼的人是我 晚上妈咳嗽还是失眠 照顾她的人也是我 要是哪天我嫁出去了 妈怎么办啊 你哥哥怎么办啊 那就把我原略一点 你说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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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嘛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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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在路上找 我回家看看 就这样 付到 帮我订彩牌 是 好 说到 你嫁不出去 妈走势 现在都来到我头上就对了 死老王 这下可好了 您在店还可舒服了 吹冷气纳凉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您有看到 刚才我在节目上所描述的 走失的老太太 欢迎您扣引进来 我是那位失踪老太太的媳妇 我要投诉 为什么我婆婆走失了 是我一个人满头大汗的街上走 我老公的人呢 这位太太 请您冷静 我想您老公一定是有 有苦衷 一定有苦衷 所以我们会通 我们现在接听另外一通扣引 说不定走失的老太太已经找到了 我是老王 欢迎您扣引 我是那个失踪老太太的女儿 我要抗议 为什么我妈不见了 是要我丢下工作赶回家 我个人呢 这家是没男人是不是啊 小 小姐 我想呢 你哥哥不是不愿意处理 老王 你还在吗 我这次我是不吐不快了 我上有婆婆 下有小姑 还有一双儿女要我照顾 我老婆都不知道 我的压力有多大 那我还约个老婆 那我压力不是更大 你说什么 没有 我是说你说的对 对什么对啊 你们男人只会习致凝人 除了之后丢给女人 一点肩膀也没有 小哥拿出点个子出来好不好 他只是家里长得而不是我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男人都原了 把钱拿回家就算是负责任了 我们现在这女人也要工作耶 为什么家里是都是我在照顾 都是我在打理啊 连妈总生都是我在走 我们家根本就是劳逸不均 叫我老公搞清楚 到底谁是一家自主 是他不是我耶 要是我妈找到你 不算了 要是没找到啊 我看那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放过我哥的 到时候换我离家出走 你跟我交代 我是人 我也不要受邪 然后他不要逼我啦 进家吗 来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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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和尚家吗 妈 我们不是要回去看妈 怎么跑这儿来啦 我们进去 给和尚上个香啦 上香 来 来吧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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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隠 assim 走 Wataf 王毗盈 你对我们逗过来 有什么想法 ram 利 静静 我有话跟着说 你说 你说 我要去美國 我不要去美國 都蜜月啊 我一個人去美國 明天的飛機 而且這一次去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說不定我就 我就住在那裡了 所以 所以 你不用等我 我不想耽誤你 我今天來本來是想好好的 跟你講這件事情 可是你剛剛 有那麼主動 我 我也忍不住啊 所以我就想說 離開之前 有一個美好的回憶也不錯啊 不要 你的頭啊 這完蛋 我不管 你要給我一個交代 啊 事情發生的太突然了 我想你一定也跟我一樣 一時之間沒辦法接受 不過現在和尚人都走了 過去的恩怨情仇就一筆夠小吧 好 來 現在過去的恩怨情仇都一筆勾銷 那就讓燕湘雲散了 我現在覺得回家看媽 比給她上香重要 你去吧 我先回家了 清清 清清清清清清清 许少佑 那么多年 我还在等你跟我说一声对不起 结果你就这样挂了 快连死的这么紫图 妈 你醒了 你出门不带手机 你要我急死啊 都有啊 我有带手机啊 你拍下来 哪里啊 拍下来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开机啦 这样比较先电 先电 我如果没开机 我也会写一个二条在桌上 你如果想自己没看到 睡到哪里啊 桌上啊 有啊 没有啊 有啦 我就留在桌上 啊 风水灶 对啦 睡到包包里啦 哈哈哈哈 啊 人有时就在天堂 可能是我下来时 我时就等着在桌上 哎呦 老了 我记得买的都不记得回去 好啦好啦好啦 你平安每次回来就好了啦 是啊 嗯 那你去哪里啊 怎么去那么久 你怎么以为你要迷路咧 什么我又迷路 你们都是用在口袋人说 那没有啦 那就是喔 够走几条行 够走几年而已而已啦 没有三个啦 我跟你说 我虽然是老了 但是我又是小孩 没事啦 哎呦 哎 妈 嗯 那这个 养生春那个是 一样是你拿回来的喔 不是啦 怎么呀 嗯 不是你 嗯 难道是大嫂 妈妈 你当时我要给她上罩 不是啦 是那个大嫂跟我说 前几天那陈妈妈跟她讲啊 这家养老院的环境很好 叫她带你去看看 妈妈 可不可以大嫂已经开不开心了 不然你们大嫂走就不怕是嘛 哎 没关系啦 其实喔 去洋老院堂也不错啦 这样才不会给你们吃麻烦啦 哎 妈 你不要这样讲喔 你自己要走 跟大嫂赶紧走 这意思不一样耶 等大嫂回来 我一定要好好问她 哎呀 稍稍去 稍稍去 说这个最感情 你不要说 妈 妈 妈 晋晋 喂 晓妈妈 你要出院门啊 对啦 我就要来南部真香啦 哦 哎 晋晋 你敢有听着大家说 我对她说去那个洋老院的事情 蛤 良好愿 是啊 我只能再跟她说我而已 阿良啊 嘿 啊 阿翔啊 你今天是什么 太微笑了 穿得很漂亮 就是我讀到你啦 看你做好看的 这啦 前几天我媳妇跟我说 那间要弄她的事情 我以后就去参观了耶 真是不错的環境很好的啦 苦路看的啦 那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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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边喔 好啦 那边喔 那边喔 我伯伯说跟你去住养老院 对啊 她说喔 那边喔 那边喔 她怎么有幸福呢 可是她 她看起来不像是 打算去住养老院的样子耶 啊 啊 啊 这样我知道 她一定喔 不好意思开口啦 因为那间充老院喔 很高级的耶 費用又不像喔 嗯 啊不然啦 你找这个时间喔 带她去参观看看 也让她好好照顧啊 让她知道 你们这些年轎 都跟这个重思义啊 都知道她在想什么啦 好 那我知道啦 谢谢了 蔡妈妈 好啦 好啦 这样不然我来走啦 等一下等我啊 喔 养老院 走啦 妈 小娟 你们在吗 妈快休息 大嫂我肚子饿了 肚子饿 肚子饿 肚子饿不会自己找东西吃啊 我不是用了也不是丁香的 妈 我妈要做饭了 妈 妈真的考虑要搬去养老院啊 老王 老王 老王我在跟你说话 你听见了没有啊 老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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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要丢下你一个人的我 我 好了好了都没事了 来来来 我看你失魂给我挂 你 好啦我知道和尚走了 你一下子没办法接受 那 不然我跟你休息一下好了 那个 你 刚刚我在和尚家 嗯 我好像 看到 和尚 他就在我面前 那我还跟我讲话 哈哈哈哈 你在干嘛 你跟这改行分神棍算的了你 哎呀 好好好 现在反正经济不紧禁 神棍这样不受几切影响 那 你努力一点吗 我们就靠这个大赚一笔了 哎呀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是说真的吗 我看你发成是因为啊 当年和尚远走高飞 到美国去了 你从他手里接收了我 所以心里头觉得不爱 才会撞半句 可是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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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那个画面 好真实哎 你要搞清楚 当年学校要抛弃了我 我去找你诉苦 然后我们俩那个那个 那个之所以有了孩子之后才结婚的 他当年没错 确实是英俊风流又潇洒 人又好身材又好 对不对 大家都说我们是金童玉女 天上一个地上一双 可他终究竟是碰见我啊 就是 所以我们都会跟这王八 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你 对不起我太太激动了一点 哎 金童啊 我知道 我当年能够娶到你 的确是捡到的 哎呀 多老夫老妻了 不要这样子嘛 哦 其实是我占你便宜 要不然这样你也是谁去我啊 重点是 我没有劈腿啊 你也没有违背兄弟道义啊 所以我们就不用对和尚 那种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的自私鬼啊 放太多的感情 像他众人就算当鬼 他一样是不知感情 不知愧疚 可是 可是 哎 好了好了 算了啦 我不想再讲这个话题了 我要上厕所 好啊 你如果真的这么想和尚的话 那 我陪你再去上个箱嘛 你这样一直叫和尚 他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这一定是幻觉 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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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受夠了 那我去做飯給你吃喔 好 你去洗個手 去洗個手 上來幫忙 來來來 媽 你又出去喔 你要我說一聲 不然你把大家嚇死了 你們坐吧 我炒幾個菜就可以吃飯了 好啦 你沒用啦 好 天啊 你早知道我剛才開始說要去養老院的事嗎 你那麼緊張幹嘛啦 你還怕他喔 我們現在靜觀其變了 現在要採照 我給你看 老王 老王你在房間你幹嘛 你不是要幫忙嗎 是 你不是要幫忙 他可以裝死 你不是要理人那麼多 事情那麼多 你靠我的嘴巴 這神力女超人 你不是要幫忙嗎 聽到我 他說什麼家裡人這麼多 是他自己人在忙 我們都不在忙嗎 媽 我聽陳媽媽講說 他說 有一間養老院 環境挺不錯的 他有跟你提過嗎 大嫂說 推給陳媽媽耶 那你真的有考慮要搬過去嗎 你看 你大嫂也是這樣打算了 其實喔 去哪裡養老院也不錯啦 人家我就沒用 如果走出去你怎麼還要煩惱 而且喔 我們家的房子空間也不夠大 我不要給兒女貼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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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兒女貼麻煩 我給兒女貼麻煩 媽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媽 媽 基本上我是尊重妳的意願 可是住在家裡不是也很好嗎 又花不了多少錢 又花不了多少錢 而且多一個人也比較熱鬧 又不麻煩 媽媽 妳有沒有聽到大嫂講 她說多一個人也熱鬧 她用多這個字耶 意思就是妳是多出來的 花不到多少錢也是錢啊 媽 妳現在大嫂心裡怎麼想了齁 媽 我聽到聽到很清楚了 意思就是說吃飯的時候 要多一副玩具啦 那生活的時候要加兩湯水 加分就是在把我疼 真真啦 沒關係啦 我不會讓妳人家沒辦法開錢 我會再考慮啦 媽 媽 假如妳真的很想去的話 那試住個幾天也沒有問題啊 住不習慣再回來嘛 至於錢的問題 妳放心啊 我跟老王會不會想辦法了 老王 錢的問題小娟也會幫忙啊 我可沒有這意思喔 媽 妳看啊 大嫂想要把妳改去楊老爺 她現在沒有一起潑下水 這小娟的真是太過分了 是她啊 她媽想去養老院的 結果現在呢 輸到錢才不想登單呢 臉子喔 就是吃定我是老王 妳哪說我現在想辦法 要跟我送去養老院 小娟啊 我沒有希望啦 媽 你不要這樣想喔 不管他又怎麼笑 我一定挺你到底啦 小娟 你說什麼 沒有啊 喔 媽 妳準備吃飯囉 好 好 吃飯給我多了 唉 妳看這什麼表情啊 肯定又在亂放電 狗改不了辭屎 小娟 妳帶房女來一下 我有話跟妳說 喔 來了 喔 原來最近很紅 那個生前契約的廣告 也是這小子做的 嘿嘿嘿 唉 我有話跟妳說 床頭的DM 妳看一下 喔 媽說想搬去那兒住 原來真的有天堂 是啊 那環境是還不錯 背山面海風水附地 那那邊住的朋友呢 鄰居呢 年紀狀況也都跟自己差不多 但是有朋友呢 大家還可以聊聊天 還有特大間 可以跟老伴親友一起住 老闆呢 還有幫人照顧 社團活動 每天鮮花水果 外家早晚送客 再怎麼樣 總是沒有自己家裡好啊 不是嗎 那當然 人不到最後誰會去這個地方 不過她這個廣告做得很有說服力 連我都想去看一看 嘿嘿嘿 你想去看看 你也想把媽送到養老院啊 誰 誰想把媽送到養老院啊 哎喲 我是叫你看那養老院的DM 你在看什麼啊 搞得那些踢同鴨獎啊 我是在看雜誌上這個偉恩的專訪啊 還有她做的廣告啊 我是想聯絡她 通知她和尚的死訊 不是等一下 你剛說誰要把媽送到養老院去啊 沒有誰 媽在自己想去 怎麼可能啊 為什麼 那 是不是我們最近太忙了 沒有時間陪她啊 還是樓上住的不舒服 一定是那個妍希啦 每天聽那些鬼吼鬼叫的音樂 媽受不了太吵了 所以才才 都不是 我在想 是不是小君說了什麼不中天的話 媽啊 想去搬去養老院住 或許是媽想給小君跟她的生活空間吧 空間咧 子女奉養父母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哪有什麼拖累不拖累的 這小君啊 就是愛亂講話了 你看起來出問題了吧 我告訴你啊 小君那個個性跟嘴巴不改啊 就算媽搬出去十年啊 她還是嫁不出去 這種話我做小君我可不敢說啊 明明你自己去講 好了 不管是什麼原因啊 明天我就跟媽說 叫她打消這個念頭 住到養老院去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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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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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爸爸 什麼事 你不要叫我做什麼事 我會要勒 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你先坐 我要走 我要跟你說的呢 就是關於那個 那個 詐騙集團真是很過分 一早就打過來的腦 說什麼我信用卡沒繳 上禮拜就請媽幫我繳還想騙我 信用卡 就上禮拜我拿錢給你請幫我繳的啊 沒有 沒有 有啊 媽 上禮拜我們還坐在這裡啊 然後我把錢給你 媽 你剛才說沒有 沒有的意思是你沒去繳還是 還是你忘了 啊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我要處理的時候 我就天使自己說 一定會去繳 沒關係 你免費 我現在去繳 好 媽 媽 不用啦 這次靜靜去就好了 而且銀行又不進 你在家休息就好了 在家休息 沒關係 我今天又沒有事 我又不用上班 那我 我洗衣服 我去 啊 我的衣服呢 請媽媽去洗三十四歲 媽媽 媽 你把那些紅的眼睛一起去洗 十四十四 十四 我一定會掉四了 很大了 原來是怎麼 你都買衣服 我給你拿 我幫你拿 我幫你拿 媽媽 媽媽 你讓金金弄就 阿阿阿會 等一下 他應該差不多了吧 對啊 平衡時 這個時候 他已經到處了 媽 你早上有什麼事是嗎 沒有 那時候有事要跟他說 好 喔 你兒子 開始有名 你自己的補兜來 你生出來 那隔壁都不會往外玩 阿吼 我在外面如果有什麼事 多一點時間 就是要回來找媽媽參加 對 那錢去拿嗎 有什麼錢 蛤 什麼錢 蛤 妳說信用卡的 嚼了嚼了 沒事 這樣就對了 那錢我本來是要去拿 只是說萬幾港人而已 人家現在的新聞 人家的新聞 人家的新聞也有在說 對不對 你怎麼賺錢 怎麼賺到人家說 你又知道怎麼 那你不用怕 那你不用怕 那你的補兜 有去跟原師買新制服嗎 喔 沒事啦 早上的衣服啊 還好啊 來得緊啊 所以沒有被染色 好好好 這樣就好 我幫你教你一個小撇步 以後 你什麼人忍住 來來 我們就泡菜頭水 沒有就是醋架水 這樣用來給它滷出來而已 這樣就好了 這是我的經驗 跟你說一下 欸 妳回來啦 對 人家回來了 來來來 我幫你拿包包 喔 欸 媽 欸 妳 我有一個事情要跟你說一下 喔 對 早上不是跟你講了一半嗎 現在我想跟你說一下 來 媽媽 妳先坐 快坐 快坐 媽 我是想跟你說那個有關於養老院的事情 唉唷 對 養老院有什麼事啊 不是 我聽菁菁說啊 你想搬到養老院去住是不是 媽 妳應該只是想一想吧 妳不會真的那麼做吧 妳不會真的那麼做吧 媽 我大 妳有這麼忙嗎 我當然環繞了 媽 妳 妳就不要跟她計較了 她個性妳也知道嘛 好不好 放心啦 我找個機會好好教訓教訓她 好 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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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看她 她剛才臉色 沒什麼好看 唉唷 唉唷 其實桑也都沒有不對啦 就這句話嘛 人家拉我 比較生意 沒有路由 你看看 我桑也一樣腰掉 我錢也不知道這樣 不記得跟她拉我這樣 唉唷 媽 我家裡就頂著啦 不是 妳講這種小事情幹嘛 這種小錯每個人都會犯的啦 又不是不可彌補的這個大麻煩 對不對 不過說出來就是麻煩啊 沒關係啦 我還是搬家裡好啦 不是媽 如果你住在家裡 你覺得不舒服的話 你要跟我們講啊 唉 這家是妳老婆老了來的 我如果住不舒適 我早就有慣勢了啦 沒有啦 我是聽人家說 說那個養老院現在吃舒適 還有專人在同伺候啦 我是想說 來去那裡 享受一個肚子來吃 媽 妳不要開玩笑了 那哪是享受啊 那根本就是浪費錢 妳知道什麼 媽媽媽媽媽媽 妳沒事吧 妳 妳妳 妳說什麼 浪費錢 妳說我享受是去浪費錢 不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啦 我是說 妳看依照妳的個性來講 讓一個陌生人來照顧妳 還不如我們自家人來照顧 來自在嘛 是不是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如果萬一照顧我 我就很開心 媽 好啊 別說 別說 這段事 有家無事 媽 拜託 媽 喂 哪位啊 裕德啊 怎麼樣 啊 好好好 我馬上過去啊 好好好 欸 晶晶啊 我去找裕德啊 妳不用等我吃飯了啊 不好意思啊 琳達小姐 今天要麻煩妳啊 不麻煩不麻煩 問妳說 妳跟她就像親兄弟一樣 既然是為妳的兄弟 我們遲早 都會成為一家人的 一家人 所以您放心 如果以後 伯母住到我們這裡 我一定會把她 當親生媽媽一樣照顧 您可以完全無論 不後顧之憂 那 我們往這邊參觀 那邊 那邊 當親生媽媽一樣照顧 你連我媽選擇什麼都不知道 真搞不夠 奇怪一定難免 可是大部分的老人 都能夠很快就吸引 這裡又亮的居住環境 像這個房間的view view 特別漂亮 還有view啊 好漂亮 我想媽應該會喜歡 這裡的視野跟空氣 對啊 很多老人都是因為這樣 就連原本龜毛古怪的個性 都不見了 你們兩個點什麼頭啊 老人家要看view幹嘛 老人家看是子孫滿堂 我怎麼好像聽到小娟的聲音 請問一下啊 關於這裡的收費是 黃先生您放心 既然我們都是一家人 收費絕對會有優惠的 完了完了完了 連費用問題都談好了媽 媽 我們去那邊看看啊 你的貝哥還沒發現 還不知道哥最後這張怎麼樣 那沒重要了啦 你看 這裡環境好空氣更好 不然我來這裡大 對你們大家更好 媽 你不要這樣說了 我說真的 快 媽 媽 我好像看到媽跟小娟耶 沒有啊 媽 媽 媽 幹嘛躲啊 難看是他們 又不是我們 小娟來走了 我走了 小娟呢 怎麼辦怎麼辦 現在該怎麼辦 你是男人啊 該怎麼辦怎麼辦 小娟呢 天氣不錯啊 你們是出來散步嘛 對啊 天氣太好了 所以我帶媽媽出來散步 你跟小娟不是要跟那個什麼淋浴的討論和尚告別式嗎 媽 哥 你們太過分了 媽這麼辛苦把我們拉拔到這麼大 你真動腦筋強送她到養老院 我怎麼可能把媽送到養老院嘛 我就是過來看看 看看 替誰看啊 替我看還是替你們兩個看啊 我 我 我什麼啊 我告訴你 我跟媽 是一路從家裡跟蹤你們到這邊來的 唉 還有供應點心耶 真好 嗯 媽應該會喜歡這裡的視野跟空氣 唉 唉 老啦 就該主動點 搬到養老院 不要變成孩子的負擔 唉小卷 那個我是說我們兩個我不在指媽耶 你不要誤會了啊 你以為你這樣解釋 就代表你們今天來養老院是無罪的嗎 不是 你真的誤會了 真的誤會了 你聽我說的 我真的覺得很韓心耶 在今天之前我對你一直很有信心 我不覺得你會有想要把媽送走念頭 可是今天一路看著你跟裡面接待人員有說有笑啊 還問得那麼詳細啊 對了還拿著申請表格 我才發現我看錯你了 對啊 媽年紀是大了沒錯啊 可是我們做子女的不就應該趁現在好好回報她嗎 況且媽現在跟我住在樓上 對你們家庭生活干擾已經撿到的最小 你卻讓媽住在家裡會怎麼樣 是會怎麼樣嗎 小卷你怎麼這樣講話呢 我從來不覺得媽住在家裡對我們有什麼干擾啊 沒有干擾你跑到養老院幹嘛 那還不都因為你 唉呀 老汪 因為什麼 因為我嗎 我有說過要把媽送走的話嗎 你不要從事別接班 把他把真推我身上來我告訴你 小卷你這樣想太過分了你 我拿你過分你才過分啊 我靠你不要再鬥手了你 怎麼樣啊 你不要再說了別的事 你不要再鬥手了別的事 你不要再鬥手了別的事 我看怎麼會我 我看怎麼會我 不要再鬥手了 你那一位同車我別再介紹了 你那一位同車我別再介紹了 小卷你這樣 真的嗎 媽 真有衣服 算了 算了 忍一忍 忍一忍就過了 媽 小倩 吃飯囉 媽 你一定要牽持住喔 大嫂要你走 我們就偏不走啦 我們等一下好好整整大嫂 到最後 誰走還不知道 後來 媽一說 我才要哪走 來來來 吃水餃囉 好好好 來 小倩 來 我去叫芫荽跟芫荽來吃 不用啦 芫荽去補屍 芫荽就直接出去玩了 我們三人吃就好了 芫荽 芫荽 要去炒嗎 我自己來 好 對啦 自己包的水餃有一點 比較香比較好吃 雞子炒也比較香 來來來 雞子炒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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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 我剛加過了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啦 沒關係 我愛吃醋 好 好 好 對啦 你剛才買東西的時候 有客人打電話來給你 什麼 十萬火吉的事 要找你 叫你回電話給他 你剛好找我 不要火吉 嗯 媽 我去買東西是兩個小時前的事 不好意思 我就忘記了 那 那他還會留電話 她喔 她說你知道她的電話 只要說她的名字你就知道 她的名字叫做 叫做 叫 我忘記了啦 是累啦 我都忘記了 那你媽寫下來 我都忘記了 沒關係 我去叫顏璽跟顏碧來 直接叫 媽媽不用了 顏璽去補習 顏碧跟同學出去玩 都不在 我忘記了啦 抱歉啦 抱歉啦 媽 你 你是真的忘了還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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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在折磨 你告訴我 嗯 你告訴我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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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謝謝你幫我倒垃圾 小娟謝謝 哎呀 沒什麼 人 今天有支援回收粗米 走得這麼多啦 快到三天就趕快啦 唉 重點是啊 你不幫人家做點事 人家才不管你是不是長輩 只會把你當輩 不 怎麼會有人這樣想呢 媽那麼能幹 誰會這樣想 對啊對啊 你有聽到嗎 人家真真地把我黑肉 明白了 你笑出來吧 拜拜 你怎麼說 你什麼鑰匙啊 我收拾你給你 沒有啊 你剛出門的時候 你說你有帶啊 啊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 沒關係啦 反正老王今天應該會早點回來吧 不然 反正你沒事嗎 等一下好了 啊 晶晶啦 我有事啦 我的拉宿路的火是開開的啦 媽 媽 你是爐子忘了關還是忘了關爐子 我也忘了 不是 你是忘了把爐子關了 還是你忘了你 到底有沒有忘了關爐子 我在講什麼啊 我 老王啊 言兵言兮 不管是誰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啊 我的媽啊 春君 你有沒有帶手機 你有沒有帶手機 我打電話給老王 我當熱車帶手機幹嘛啊 熱車之後不是台灣大車 所以可以水口水道嗎 媽 那你呢 你有沒有帶手機 有沒有帶手機 手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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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在這裡啦 媽 手機上沒有再煮東西啊 對啦 我看都忘記了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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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雖然我平常很忙 沒有人有空陪你聊天 陪你散步 可是 可是我每個人都有關係 你很在乎你啊 沒有人覺得你不重要 所以沒有人要把你送去養老院 唉 大嫂 你那麼激動幹嘛 又沒有人提到養老院的事情 你幹嘛特地提出來做澄清啊 我 我回來啦 奇怪 唉 剛才我在門口聽到 吵吵鬧鬧鬧的聲音是怎麼回事啊 啊 怎麼了啊 你們 吵架啦 吵 吵架啊 嗯 電視 電視 你們沒開電視嘛 啊 啊 我們剛才有開電視啊 那太吵了 我們就把他拐起來啦 啊 你也知道 現在新聞齁 不是你吵了 就是你腦這樣啊 很大聲就把他拐起來 唉 回答我告訴你 是這件事齁 喔 這件事是有夠好笑的 唉呦 這 我還要說什麼 兒子一回來就要告狀 讓我自首飾吧 好吧 回認了 媽 對不起 我剛剛不應該為了鑰匙的事情 給你打 哈哈哈哈 就是鑰匙啦 你知道我三個喔 說去做問數啦 都沒人煞鑰匙耶 三個就問我 在門口等 結果你知道鑰匙 在哪裡嗎 在我的口袋裡面 哈哈哈哈 很好笑喔 哈哈哈哈 就這樣 然後呢 那裡頭就開門一拍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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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這怎麼有這麼糾的事情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衛大 憑徒來賓喔 有水餃啊 你還真真雞 你吃我去游泡 你游泡游泡 你游泡游泡 你靠游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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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也未免笑得太誇張了吧 妳們果然吵架了對不對 對不起啊 我今天不跟她這種口氣跟媽說話 雖然她今天真的健忘得很離譜 可是這也不是她願意的 搞不好她心裡比我還難受 我還用這種口吻跟她說話 好啦 妳不要太自責了 我不會怪妳的啦 換作是我啊 我可能也會很生氣啊 唉 這媽還好真的是記錯了 要是真把我們這個房子給燒了 別說是媽了 我們可能都住到養老院去了 唉 妳不是說不把媽送去養老院嗎 妳改變主意啊 我也不想把媽送走啊 可是就像妳說的啊 媽好像真的越來越糊塗了 我們又沒有辦法 時時刻刻在她身邊陪她 基於對老人家安全的考量啊 養老院這件事情啊 我還要重新評估一下 不要啦 我不要把媽送去養老院了 妳現在怎麼比我還反對啊 那養老院是妳要我去參觀的 來 參觀歸參觀 住不住是另外一回事啊 那全代賣是那麼多的這個預售 妳都帶我參觀一遍啊 我妹妹買啊 可是 我 唉唷 妳知道 經過今天的事之後 我發現媽這個人真的是很體貼 妳剛回來那時候啊 我以為媽要跟妳告狀 當著妳的面 她要把我數落一頓 結果她不但沒這麼做 還幫我打圓場 我說媽這個是不是很貼心啊 我想不得啦 我不要把媽送去養老院了 可是 妳有沒有想過 媽不追究今天的事情啊 是不是也是不想讓自己太難看了 就像玉德說的 老人家也是有自尊心的 妳不是也說嘛 出了這麼多的差錯 媽自己的心裡可能也覺得很難過啊 可憐就是因為這樣 玉德才會說 讓老人家住到養老院去啊 她反而覺得輕鬆是在 而且自己不會覺得自己是兒女的負擔 我不管啦 反正媽現在只是一絲健忘而已 暫時不會出那麼大的差錯 我不管 我不要把媽送去養老院啦 好啦好啦好啦 我只是說考慮考慮 我還沒有下決定 對不對 妳放心啦 這件事情我會再想一想 好不好 記得先蓋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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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讓妳們把我當作是我老佛肚子啊 這樣一來喔 我去住養老院喔 對大家都是最好最好的安排 媽 真的很厲害耶 再說她整大早 妳就馬上圓起來了 還演那麼逼真 妳有沒有看到大早剛好的表情 其實比四川面臉還精彩 唉唷 我哪有緣啊 我真正忘記了 我真正忘記了 蛤 唉唷 這部胡樓都不會用妳 那記者喔 越來越壞喔 媽 妳不要嚇我啊 我們不是說好 要裝傻 整大嫂嗎 妳不記得啊 妳不記得啊 我們要裝傻整您大嫂金金 當時的事情啊 不會吧 妳真的不記得啊 唉唷 別說這樣啦 我愛睡啊 來來去睡 來去睡 唉唷 唉唷 小娟啊 妳很久要跟媽媽睡了喔 嗯 她要不要媽媽睡好不好 好啊 謝謝喔 哇 媽這麼早起啊 早上就坐好了嗎 媽 媽 妳哪 偉大 晶晶 小娟 不好意思啊 這段時間喔 媽媽總是這樣吐嘴 不但做成妳的睡覺喔 啊 還要讓妳兄妹很適合 啊 姑嫂之間又鬧到那樣不愉快 媽媽想通了啦 我是真的應該去養老院大喔 這樣比較好 唉唷 這是我心感情緣的喔 不是妳跟三人搗開 也沒有人逼我這樣做 只希望說我離開這個家了喔 妳們跟以前一樣喔 和睦 和睦 抱歉 這個日子我廟下 欸 和睦相處啦 啊 不要再為了我的事喔 在那上身喔 傷神啦 媽媽留 唉唷 小娟 早啊 吃早餐啦 哥啊 不好的啦 媽已經在出手了啦 啊 什麼東西 那媽留的信啊 難怪昨天媽要我陪她起睡 然後她已經決定 要離開這個家 小娟 你是不是又跟媽說什麼話 讓媽心裡難過 常想要去住養老院呢 我 小娟啊 不是哥說妳 妳自己嫁不嫁人是妳的事情 妳怎麼可以怪媽多累妳呢 好啦 現在媽搬到養老院去住 妳開心了對不對 欸 你們不搞清楚狀況 事情都你們兩個惹出來的 要不就大考當然 那養老院訂閱回來氣嗎 媽會一半走嗎 扯到我嫁不嫁人 妳們莫名其妙 妳才莫名其妙耶 我哪有拿什麼訂閱回來啊 我跟你哥還在鬧嫩呢 妳一定有說了什麼話 讓媽傷心 她在五月 我故想要搬進養老院 欸 妳說DM不是妳拿回來的 那皮毛快吹個我們家啊 我哪知道啊 不行 媽媽每天都說不了 是一句養老院拿回來的 媽媽說的是妳帶回來的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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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妳帶回來的嗎 不是啊 不是我 不行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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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想說 要把我掛出來 現在家裡還很不舒服 我金晶跟小姊 兩個又打扯 唉唷 還五歲了 對 我愛 你怎麼會來 但你的孩子都來了 我先來走 你自己吃 我自己去做 搞了半天原來 你自己帶回去 你又不會太離譜 這幾個被你搞得團團轉 還因為這樣誤解大嫂 結果呢 都是你製造出來的誤會 其實這五歲也不錯 你們想看看 如果沒有想像這種事情 我們怎麼會知道 這個養老的環境 早點好 我都想那大路來 我告訴你們 你們都不用亂路 你們就把這個當作是一段好路 會沒你的誤會 沒你的誤會 沒你的誤會 沒你的頭啊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看到你留的信 我心裡有多內疚啊 想到你昨天晚上還特地邀我陪你一起睡覺 結果我竟然察覺不到你的心情 沒有及時把你攔住 你想到你今天早上離開家裡 一個人那麼孤單 你知道我就想想自己兩巴掌啊 結果咧 一切都是你搞出來的鬧劇啊 我覺得我自己根本在裝孝偉嘛 是你啦 不要這樣啦 不是你啦 難怪小君這麼生氣 他真的很擔心妳 他今天早上拿那風機衝出來找我們的時候 你們都快要急瘋了 我跟偉大真怕妳不回來了 你看 這家多需要妳 都需要妳的陪伴 就是啊 媽 顏碧和顏曦啊 還不知道這件事情呢 要讓他們知道妳離家出走啊 他們會有多難過啊 對啊 真的嗎 你們都需要我嗎 你們... 不過好像有人沒這樣想 他沒這樣 幹嘛 好好罵你喔 不想逃罵啊 以後就不要做這種事嚇人了 知道嗎 好了好了 媽 走了 好啊 各位同學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老王家的這本經 你們家也可能會發生 媽媽養老院的問題戰獲解決 老王還有很多問題要面對 所以 同學們 我怎麼都想不起來 二十四年前的那一夜 我到底戴套子了沒有 對 晴晴 你聽得見嗎 晴晴 這件事情對我很重要 眼筆可能是我兒子耶 可能是我婆的種耶 晴晴 我可以用寫的啊 這樣就能跟晴晴溝溝通啦 哎呀 哇 難道真的像上面所說的 變成仙人之後 連一隻筆 都會像狼頭一樣重 不行 就算飛機吃來的力氣 我也要跟晴晴問個明白 徐尚佑 你在幹什麼 我 我不是跟你說過 不能出手干擾人間的運行嗎 你這一拿筆寫字 豈不是會嚇死了張晴晴 對不起 我是一時心急 才會犯了這個戒條 我下次不敢 最好是這樣的 別忘了 我會隨時盯著你的 幹嘛 我線上那麼難看了 你見鬼了 沒有 不是不是 怎麼會呢 你 你怎麼樣都漂亮 沒事沒事沒事 你為什麼還在這裡 為什麼還不走 我 偷看晴晴洗澡 對不對 你在跟誰說話 沒有 沒有 我剛剛才掛上手機 是我們電台的一個小夥子 犯了錯還爛著不肯走 怎麼鬼是睡的 你是不是 拖喝酒 沒有 沒有 怎麼可能 是 緊緊啊 是這樣子 我很累 你幫我放個洗澡水 好不好 你幫我放洗澡水 走 走啊 這個是 以我對正妹的了解 偉恩這次真的踢到鐵板了 這沒什麼年紀的女孩 真的最難搞 唉 偉恩也真實的 髮的那些馬子 都可以當他女兒了 這不是拿鑽頭砸自己的腳嗎 我看你是羨慕吧 自己沒辦法 所以呢 就笑人家 把地上網子撿一撿 這 也不對啊 我們幹嘛要幫他整理房間啊 叫他自己打傻啊 哼 叫得動你去叫啊 唉 與其叫破嗓子啊 還氣得半死 自己收啊 快一點 唉 真是的 這孩子啊 你看你看你看 他的書啊 都沾了一層灰了 唉 也不知道今年能不能畢業 而且我告訴你 他還不想當兵了 你看怎麼辦 唉呀 放心啦 雖然岩碧懶了一點啊 可是沒有什麼不好啊 至少我看起來啊 他跟你差不多了 該不知道什麼大壞事 唉呀 這話不能這麼說啊 你看啊 像玉德的老大志聰 岩碧還比他大一歲耶 兩個人從小一起長大 現在念同一所大學 唉 可是在學校的表現啊 唉呦 真是天差地遠了 我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學習 心慰那種高壓手段 那像你 你就是心太軟 所以把他給寵壞了 你在幹什麼啊你啊 我才要問你現在在幹什麼呢 總不能說我要拿岩碧的簡體 看看有沒有辦法驗DNA吧 你現在怪我就對了 怪我不會加兒子 可是賴立頭的兒子 是自己的好啊 也沒有處處都拿岩碧跟志聰比嘛 叫我學習會的高壓手段 聽了就神奇了 不 不是啦 我是說我 不是想多了解岩碧的生活環境嘛 這樣才知道要怎麼幫他啊 我們做父母的 就是給小孩子一個很好的環境 讓他不要學壞 至於他長大之後想要幹嘛 你給他時間給他空間 他自己會找得到啊 對 晶晶說得對 要不然會一樣要駐紮 你懂個屁啊 我不懂 你什麼都懂 沒有 當年也不是因為我懷孕了 我會一畢業就嫁給你嗎 要是能夠給我多幾年時間思考 說不定我現在就不一樣了 所以岩碧只要不要給我出什麼太大的差錯 他不要抱一個小孩子回來叫我阿嬤 你多給他幾年時間是會怎樣呢 不是 你扯到哪裡去了嘛 你的狀況要跟岩碧不一樣 他要是會思考啊 我們也不用那麼擔心啦 而且你這樣說的話 好像好像是在怪我的意思 可能是在怪我 幹你屁事 王偉大 你越來越過分了 不是 我不是在說你啊 你不是在說我還有別人啊 這裡有誰啊 見鬼啊 我 你不要生氣 你不要生氣 其實呢 我也是在為這個岩碧好嘛對不對 我總是想想辦法 看怎麼樣能幫他呀 他也該長大了 我們總不能照顧他一輩子吧對不對 我當然也會擔心啊 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幫他 可是我每次看到志衝 被欣賞逼成那個樣子 我真的覺得很不忍心耶 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千萬不要這樣子對待岩碧 可是我現在也很矛盾 會不會我交往過正啊 老王 老王 你過來看 欸 欸 靜靜啊 快過來看 過來看 五點前朝期末報告 能不能畢業就看這天 就是後天哪 這次又要寫報告啊 好好啊 晚一點回來沒關係 我看你今天晚上不要回來了 一股作氣把報告寫完 喔 好 報告跟你伯伯跟你媽媽問好 嗯 加油喔 我就說了 岩碧自己會想通的 他現在不就下定決心要發份圖 這樣把報告寫完了嗎 他今年喔 應該可以畢業 你也太天真了吧 那小子怎麼可能突然轉姓呢 欸 你可 奇怪 怎麼一點都不相信自己的兒子啊 好啦 媽跟小娟都不在 年紀要去補習 今天晚上我們 欸欸欸 你的意思是不是 今天晚上我們 欸 嗯嗯嗯 你腳開不來了 我會說剩我們兩個今天晚上隨便吃 是 去幾乘啊 這地方真的好快 老闆 你平常給業力不少的利用錢啊 你二子也有份吧 好 就是那邊的事嗎 看你跟眼閉幹什麼好事 不會就好好修理你 你平常掌 我的天啊 眼閉怎麼還是關機啊 完了 八九不離十 肯定出事了 啊 哎唷 我們要管這樣還是可以 但是拜託 千萬別打擾到其他房客 這裡有很多名人啦 啊 有名人 有誰 好了 現在都不知道幹什麼 做什麼 幹什麼 幹什麼 新興會 這是人家老王他們的家務事嘛 對不對 我們把人家帶來已經很好了 我們就不用跟進去了 好啦 回家了 對啊 我們這樣進去好像有點尷尬 你也知道尷尬 你是共犯 不要想置身事外 老王 來 開門 開門 好 開門 什麼 我還沒有聽你接受 我看一下 幹什麼 幹什麼 有水神 水神 我們是在洗澡啊 老王 問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兩個正在 那 不是很尷尬嗎 不要成緊張嘛 對不對 說不定什麼事都還沒發生啊 那就是一個事前早而已嘛 你有經驗嗎 事前早咧 靜靜啊 你還在找到你還在搶 你現在進去正是時候 就像抓姓一樣啊 眼見為憑 就惹不得他們腳爛 可是我們家嚴閉一向都很單純啊 這一次找了個不認識的女人上賓館 萬一 萬一運氣不好 碰到一個黑道大哥的女人 那怎麼辦啊 斷手斷腳我們演不了的 電影都是這樣演的 萬一又被栽贓了 那不就是仙人俏 肯定獅子大骸空 報紙都是這樣寫的 好了 哪會不如萬一啊 你們想像的也太豐富了吧 乾脆你們兩個當編劇去好了 你說得對 世界上最有想像力的編劇 就是正在擔心自己孩子的母親 你們家眼筆啊 真是血氣方剛的年齡 萬一在情境的吹花之下 還是控制不住啊 然後 還不知道女方的來歷 那我們還在這邊幻想幹什麼呢 好 事物理事 對 走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又怎麼了 你趕快也沒有心理準備吧 我是要分配工作 免得我們大家進去少在那邊 不曉得做什麼 我們進去以後呢 我或者掀棉被 欲等擋在門口 免得人跑了 自衝照相 就要開閃光燈 然後呢 拿塑膠袋 把用戶的衛生紙裝起來 津津你就負責 一空洋藥三上標 這樣 那兩個年輕人 一定會給我們下什麼的招了 現在啊 看起來你很有抓緊的經驗 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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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紀錄良好 白紙一張的 我這是未雨綢繆 我不可能實現的 老公 你現在知道我的厲害了 以後 小心點 好 走 走 來 乾杯 快點 快點 你們不要再看了 你壓 你壓 我看誰怕看 你打一看貓貨 你看 你看看 連澡都洗好了 太超過 金金啊 我看你家顏底真短了嗎 沒有 我還沒有 還沒有 可是看起來 準備要有了吧 我因為你是小人 好了 女孩呢 好 好 我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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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整齊 後面不行 還好 還好 正妹 正妹 還好沒有被王寅斌那個 你幹嘛一直拍人家 你這不幹嘛 你 好了 你們兩個 是看人家乾乾淨淨 沒心無笑 搶成這個樣子 要是個恐龍妹的話 我看你大概很難得理她了 好 唉唷 雖然她是一個正妹 但是我真的沒有對她怎樣 我剛剛就是因為快受不了了 才跑去洗人水澡啊 真的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啦 解釋完了沒有你 我是說這個女孩叫范正妹 是我電台的助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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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蛤 蛤 维恩啊 没想到你已经跟正妹同居了 那这一位应该是你的大女儿吧 都长这么大了 这个年纪应该跟正妹是差不多 原来你就是被这个小妹没弄得 垂头丧心看不起头来 不你难怪 医学的角度来看 你可能是太想要有一个好的表现 太求好心切 所以她本来是应该这样 然后后来就 就成立的 现在既然回到家 就不准再出去了 知道吗 那两个臭小子都回到家了 静静啊 还好我们去得着 要不然你家儿子就闯大祸 知道了 可是 可是我知道 我们家儿子也要负责任 放心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她的 我说维恩啊 这么多年不见 还是一点都没变 大学时代交的女朋友是二十几岁 你现在四十几岁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交的女朋友还是二十几岁啊 那小女朋友就是难搞吧 才会惹出这么多事情 连你女儿都在笑你啦 你这把年纪也差不多了吧 够了 你们要怎么管教你们儿子不关我的事啊 我跟我女儿事你们不用插手吧 你女儿 听好了 这一位是我大女儿郑妹 那一位是我小女儿郑蝶 我本人就是他们的爸爸 不是 沈梅啊 你为什么不承认伟恩就是你爸爸呢 那还要说吗 一看就知道他们父女关系有问题 我说自己是孤儿 我看问题大 对不起了 我刚刚误会你啊 你俗话说得好嘛 那个佳佳有本来念的经嘛 是不是啊 虽然你没有心会那么可怕的方法 不过你这本经好像 你闭嘴要好 郁德 你急急步步说些什么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好了 现在真相大白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了 老板 现重回来 你应该也累了吧 是不是应该回家 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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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了 明天见 好 走走走 哇靠 好险啊 你这么长时间啊 有平心尽气的面 好 我 白了 白了 白了